欢迎美临 全系的第一第二 我是专业的第一名 专业的第一名 是保送的 保送上清华 不错成绩不错 还有过什么实习啊 或者是工作的经历 研究生这三年期间 我是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 在律所法院检察院 都有过相关的实习经历 想要进企业 有没有过对企业的了解 其实前一段时间 也一直在找工作 也进入了几家国企面试 可能对于国企的一些情况 包括做的一些法务工作 还是有一些了解的 这样啊 我经常问毕业的同学 现在有四个选择 供你选择 一 公务员 二 民企 私企 三 国企 四 外资 说一个真实的 你心目当中的排列顺序 说大实话 说实话 当然要说实话 好 那我想我的首选 一定是公务员 公务员 对 其次呢 是国企 国企 对 再是民企和私企 第四个是外资企 为什么 首先可能公务员的队伍 是大家都非常向往的 铁饭碗 对 铁饭碗 又稳定 有非常稳定的工资 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这是我们毕业生 都非常非常向往的工作 国企呢 相对来说 有正式的编制 解决户口 对 而且它的工资 也算是相对稳定吧 而且给的工资不低 好 为什么是私企排第三 外资排第四 其实我对于外国企业 没有太多的了解 对外资企业 从来也没有去实习过 所以我对于外企的情况 不是很了解 不很了解 对 上刚老师 我这次来之前 我就做好了 充分的心理准备 因为我的是 为经验为零 我就把自己当作 一个小学生 其实是来着 你做好了什么准备 被劈头盖脸的准备 我做好了 听到不同的声音 甚至是批评的准备 我都非常 什么叫甚至批评 你看你不会聊天了 要我我就说 我做好了 接受批评的准备 好的 我细心接受 重说 好的 我其实已经做好了 就是各方面批评我的 不好意思 上刚老师 我太紧张了 应该 来来来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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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放松 到了各位提问的时间 来 子健 今天是第一次 出现在节目里面 子健先提问 他一上场 就给我的印象特别好 很大方 得体 博士团新成员 华裔传媒创始人 杜子健 社会化媒体营销研究者 著书威力无边 华裔传媒 是一个集先进营销方法 优势资源 领新技术 和专业内容服务 思维一体的 社会化网络媒体营销 传播服务平台 然后我觉得 你学法律 或者寻找法律专业 会有点可惜 因为我觉得 你的应变能力 你的智商结构 和你的形象 都可以选择更好的职业 因为法律 这是一个很辛苦 也很枯燥的一个职业 好 把它当作问题吧 好不好 为什么就一定要 把法律 作为自己的职业 可能跟我所学的专业相关吧 我当时从经济学方向 转到法律方向 也是有所考虑的 首先就是 我觉得将来的社会 需要越来越多的 有复合知识背景的人 第二点呢 我觉得现在的社会 越来越注重法律了 学了七年的专业 仍然怪可惜的 好 非常好 就是说因为 你有七年的专业 还有一些实习的经验 我想说在这一段时间内 你觉得你在法律上面 所积累的这些经验 受挫的有哪些 和你最大的成功的 一个案例有什么 参与过案子吗 我在律所参与过案子 是一个刑事的辩护案件 成功吗 挺成功的 举例说明 其实这个案件很简单 就是两个人久后斗殴 然后一方致另一方死亡 这样一个案例 然后当时这个案件 遇到的瓶颈就是 我们是给被告人辩护的 那么当时遇到的 一个瓶颈问题就是 不知道从哪去下手辩护 找不到任何 对他有利的证据 后来我就把这个案发的视频 当时大概看了 能有三十多遍吧 我就在里面 找到了一个非常细小的点 因为我发现 当时两个人都是醉酒 当时被告人 只是推了被害人一下 当时导致被害人 后脑着地死亡 其实我通过那个视频 我发现被害人 倒地还有另有原因 就是他不是当时 马上就倒地的 他是自己呼呼悠悠 倒下去的 也就是说 他这个倒地的这个行为 跟他自己本身醉酒 也有关系 然后通过这一点 你发现他是慢动作倒地 对 慢动作倒地 那和我们前两天 在这个台上的一个选手 是一样的 他有什么慢动作倒地 那本人这个 这个慢悠悠倒地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一个动作 那为什么就是 看了三十多遍 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其实他这个缓慢的 这种界限 不是说慢到 让所有人都能发觉的 但是需要通过仔细地观察 因为那段视频 录的也不是非常清楚 是酒吧门口的一个监控 然后才发现的是吧 是的 那个我想问一下 就是在一个案件的时候 你觉得公平和公正啊 哪一个才是法律最重要的 老师您提出的这个问题 我还是用一个案例 来给你说明吧 好 比如说我们做刑事辩护的 可能在老百姓的角度 来理解来讲 我们是给被告人辩护的 我们是给犯罪嫌疑人辩护的 但是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讲 可能是我们是在 昧着良心做事 不符合这个社会的良知和道理 我们是问的是这个问题 对 但是在我们法律人来看呢 其实我们恰恰 维护了社会上的公平正义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辩护本身就是 对被告人的 和犯罪嫌疑人的 一种权利上的尊重 我们也维护了 他们的人权 他们也需要有人权 比如说 新修改的这个刑诉法 在第54条 就把这个人权 非常明显地 写入到了法条当中去 你设想到一个企业 做法律工作 是哪些事物 哪些专业能发挥作用 你有没有设想过吗 首先我有系统的 学过合同法 在处理各种合同上面 可能会有一些专业知识 其次呢 我有这个经济学的背景 可能对于这个企业的运营 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我觉得这两点 有在公司内部 从事过法律工作的实践经验吗 目前还没有 像知识产权这方面怎么样 IP 知识产权 说实话 接触的不是很多 学过这方面的东西吗 有学过 有学过知识产权的一些基础 基础课程 好 这样这样 各位各位 现在我觉得 就咱们这一轮提问 足以让我们对美林 构成印象了 我们先做出我们的初步判断 二位再给出评论 十二位选择 陈晓辉离开 陈晓辉离开 晓辉 理由 我觉得非常好 而且回答得特别得体 我的离开很简单 因为我们公司 有专职的律师师傅所 来做知识产权类的东西 我们没有相应的 法务这个岗位 好 谢谢 请问 目前的情况非常好 一位离开 十一位留下来 听一下二位 给出的判断 我觉得美林 太棒了 太棒了 谢谢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用很简短的时间 回答一些问题 透彻了宏观的法律概念 还有卫系的地方 你也说得很仔细 而且每一样东西 都用例子来说明 非常非常好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 待会会有很多盏灯留着 为自己争取一个公平 和公正的报酬 好 谢谢 陶老师 我特别特别喜欢美林 真的是很完美的一个女生 她其实是做了大量的 按头工作和准备 能够很认真的 对待每一次机会 有这样的精神在 这样的态度在 就已经非常了不起 特别棒 谢谢 陶老师 下面的问题可能会越来越难 天生我有来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你刚才排的顺积对吧 这个公务员 国企和民企 公务员你去考过吗 我有去考过国考 什么情况 非常遗憾 差了0.8分 OK 然后国企你也去面试了 对吧 现在等待offer 基本上已经面过了 就是说 在等待结果 结果也就过去了吧 已经过去了 对 国企都什么要求 你说我们清华法学的硕士 又是这么漂亮的美丽 国企人不要 多操操搞对象的心 国企的心别操 好吧 有人操 你非常优秀 来自清华大学 我们了解一下 你心求期待吗 你对户口之类 有要求吗 因为你提到了国企 提到了公务员 对 我其实是有要求的 我觉得户口 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 还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在场企业 能提供户口 真的是不多的 这样 还是排名 你现在说一下 你心中期盼的那个薪水 最低不能低于多少 我觉得应该是八千左右吧 可能有点高了 是不是 我看看你的眼神好犀利啊 不是 我的眼神不犀利 我的眼神是惊恐 说实话 因为我对这个 这样这样 好 假设是八千 八千 户口 如果它二者不能得的话 有户口的三千 没户口的八千 你要 那我可能还是比较 注重这个户口问题 户口 会有这样的选择 这是一个态度 这是一个 他的基础态度 很重要 根据他的教育背景 他现在其实应该有很多的工作机会 来到非你莫属 他估计 如果不是特别 让他兴奋的 超出他预期的 一个好的工作的话 估计他会 不接受 美玲啊 首先非常高兴啊 你把我们这个私营企业 归类到你 选择职业当中的第三位 因为你第一位跟第二位 基本上没希望了 所以我们已经排到第一了 所以非常高兴 我第一 第二呢 我问你两个比较实际一点的问题 因为我今天 我们刚刚带了一个 集团法务的这样一个 招聘岗位的 你带着这样的 我有带着的 有没有想过离开 离开北京 去南方工作 就直接你老绕弯子 有没有想过离开北京 去杭州工作 南方暂时没有考虑 因为我是北方人嘛 父母都在大连 所以我希望离他们近一点 基本上定向是在北京 是在北京 杭州就不去了 有点远不去了 不去了 而且杭州没有户口 没有北京户口 美玲 这边 我们是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然后你刚刚提到那个户口 我们现在是有解决户口的这个机会 然后我的一个问题是想问你 就是因为你这个工作经验 现在几乎没有 你怎么或者你做了一些哪些准备 或者是你到企业之后 你如何面对你这个短板 是的 这个问题可能是 的确我需要面临的问题 所以我说我现在的心态 其实就是抱着一个小学生的心态 可能我的这个知识储备 然后专业知识 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不过我的社会经验为零 我到了企业 我首先应该平衡自己心理的落差感 多向周围的同事和前辈们 多多请教 然后以弥补自己这个社会经验上的不足 慢慢学起吧 我有答错吗 少根老师 你答的特别尽善尽美 但是言不由衷 知道为什么 你刚说你要做小学生 你又提你月薪八千 你家哪个小学生拿八千 所以少根老师 这边这边这边 我急死了 第一呢 我们传媒集团 它是有户口的 就是我们可以给到我们员工 但是美玲 我想给你一个建议 我觉得你从容睿智 富有品质 你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人才 但是不要用这种户口的东西 局限了你的格局 你要为你的梦想去追求 而不是要为你获得的某一样东西 去丧失你的追求 你知道吗 所以有的时候 经常我的员工也会说 说想要一个户口 我就劝他嫁一个老公 在北京找一个北京人十年 你也可以得到北京户口 说得很对 美玲 谢谢老师 我是从国外回来的时候 我忘了 十一流学生是可申办北京户口 我当时没当回事 忘了 到现在为止 我仍然没有北京户口 我租房住 但我觉得我活得很开心 所以户口对你说 最大的价值在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纠结一个户口呢 有一种安定的 这也是我想问的问题 男的的心态和女的的心态 是不一样的 不是 少刚 因为我说在北大 清华这种一流学府中 户口还是很重要一点 从了解上心态 大家也分享一下 我就不告诉你这心态的吗 我们的同学也是要面对户口的问题 大家都觉得 如果没有户口 在这个城市漂浮着 总有没根的那种感觉 而且男生和 如果是高薪呢 高薪没有户口呢 钱解决不了 别老拿钱砸我们 我觉得他 我们要的是心里面的稳定感 我觉得他可以做层次 做两个层次 第一个先完成你的职业理想 就用五年时间来去挣钱 就是拿工资 然后后五年才去解决户口问题 因为户口的解决路径有很多 它不是作为一个公司来单一解决的 你不要把负载在公司这个压力上面 子健说这句话特别对 就是现在你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工作 第二件事是收入 第三件事是户口 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宅开了下 而别把这三股声拧在一块 他堆在一块来 拧在一块掰不折呢 十一位 现在到了大家二次选择的时候 你们如果留下来 主动权到了宋美林的手里 选择 谢谢 六位留下来 来 请一请六位提供的工作 月明 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我们提供的就是法务的相关工作 好的 谢谢 来 提供的岗位是集团法务 工作地点是在杭州 工作地点是在杭州 好 李峰 公司的法务主管吧 公司的法务主管 好的 来自咖啡之意 剧名物品是法务 如你所说的法务 来 小燕 一零诺一 公司的法务 谢谢 来 简波 五八四头 法务部的专员 我们法务部是有主管 经验非常丰富 北大毕业的也是 因为我相信你的学习能力很强 虽然有些板块你不熟 但是我觉得经过一段时间 你完全能够胜任了 谢谢 六位 对了 另外 我们是可以让你选在北京 还是在天津工作 在天津工作的话 不管你在北京 还是在天津工作 你的户口都可以落到天津去 就可以解决落到天津的户口 好的 谢谢 六位留下来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四盏灯灭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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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再见 我不愿意说一句话 但是我还是没把它说出来 要不憋着我 没事 您说什么 有的时候一个班里面 如果往五年十年上看 你会发现一个班里面 大学发展的最好的 不是他们班学习成绩当时最好的那个人 而是他们班中等的那个人 为什么呢 因为学习成绩特好的那个人 就会说 哎 户口给不给啊 八千给不给啊 房子给不给啊 我理想的工作给不给啊 会把四股绳子拧在一块 而刚开始一般的同学是 哎 可以啊 没问题 有八千 好 不考虑户口了 啪 就上了 慢慢慢慢 就发现房子有了 户口有了 工作状态越来越满意了 给你一个建议 赶紧把四股绳子拆开 谢谢少哥老师的建议